大家好,我是亞一海景行政總廚梁紹明 今天和大家介紹一個上乘的盆菜 主要是南非鮑魚 南非鮑魚的質量較高,口感較好,包味較濃 所以我們用了南非鮑魚 接下來的配搭,我們用了海麻蝦 海麻蝦用這麼大的蝦球,價值觀較高 因為它的口感也很好,會爽滑 再來就是用了日本的江蕎柱,日本的蠔豉 和日本的天白菇 再配搭波蘭的鵝掌 我們再配搭一個農場的走地雞 我們也會跟著包汁和長湯 那我們的包汁用乾包加了老雞、腩排去熬製出來 都要十幾個小時 建議一個食法是甚麼呢 就是先將長湯放進去 滾起之後再下包汁 因為包汁主要是濃度較強 龍場雞,我們也分開了上 分開上的意思是甚麼呢 因為如果你的雞放進去,滾得久 它就會粗糙了,老生了肉 這樣又不好吃 如果分開上,可以直接吃雞 又或者滾起了之後 放回一個盆菜面 讓精氣升一升 就已經可以食用了 大家如果想品嘗 我們亞一海景的專上盆菜 可以上去明報的網站去訂購 多謝大家